你们这一刻叫过来了 希望你们借着这个作业的机会 对这个3D的一个图 能够更容易的一看就知道 他们一起接的关系 这样一个能力很重要 在现在来讲 因为很多的我们的结果 现在都是用3D的方式来表示 所以我们对这样一个图像 怎么样去找你要的资讯 希望能够很快能够看到相关的关系 这个能力很重要 接下来我们今天的继续三堂课 这也是我们这一章第二部分 前面第一部分是讲的 介绍到仪器 各个原件的部分 原理 特性等等 那 第二部分的话 就是要介绍 LLC里面 有四种不同的方法 它这边有列五种 这种的话 基本上是应用在深化比较多了 所以我们基本上介绍这四种 前四种 包括了方法的名称 那么它用的 stational phase 是哪一种 然后呢 它分离的一个依据 是 镜像动向之间平衡的一个机制是什么 像我们上节课已经稍微提到的 目前应用最广的 Fondition 早期的时候呢 你的镜像是直接涂在你的颗粒表面 Peckin material Silica gel Silica 表面呢 去涂一层Polymer 所以它早期的时候真的是Liquid Liquid 这个动向是Liquid 镜像也是Liquid 那一层 但现在目前大概你买到的Column里面的镜像呢 它都是 所以这个是Liquid 这个Salt 在你的Solid Surface 那目前你去买到的 大概不会是这一种 应该都是Bonded Phase 就是你的Stational Phase 是间接在你的Solid Surface 除了你自己的实验室 还在发展不同的镜像 你有的人 可能还是用这个老 比较老的方式 涂在表面 一般你买到的 那就是Bonded Phase 那它的分离的机制的平衡呢 就是你的分析在镜像动向之间的平衡 这个平衡呢 是叫Petition 也就是Distribution 在镜像 Immusible 叫Liquid 它为什么这样叫 所以你叫Bonded Phase 表面呢 比如看是吧 它已经不能说它是一个Liquid 严格的不能说它是一个Liquid 那但是因为早期的时候 是一个Poluminator 出在表面 把那个Poluminator 把它看成是Liquid 它事实上也不是Liquid 把它视作是一个Liquid 所以叫做Liquid 你的动向是Liquid 那镜像那一层呢 也把它看成是一个Liquid Base 一个Liquid Base 所以这句话的意思 Immusible liquid 镜像动向 那实际上这个镜像的部分 就是碳18H 那么它在镜像动向之间的平衡是Petition 就是在两项之间拿到一个分配的平衡 Distribution 那现在我们上去都很快的看过了 今天还是很快的看一下 那Bonded Phase Partition Chromotaph 目前应用最广的 然后填通颗粒的 最常用来是Silica 二氧化系 它的物理的形状 颗粒大小等等 那下面这个是指的镜像 怎么样去Bonded 你现在要去Bonded的一个镜像 在你的Silica表面的话 那做法上怎么做 第一个呢 Silica表面 只要经过这样的处理 在一个弱栓里面 让它的表面水解 它就会在表面上生成很多的OH 这个Function Group C表面OH 那么OH C接OH的话呢 我们叫Siling Group 那么当然就代表说它的表面 极性相当的高 SiOH 那你要间接的Stational Base 那么就靠下面这个反应 叫做Silingization 这样一个反应 这个代表 这个C 这个Silica表面 已经酸化水解的 生成的Siling Group 那这一层 你要间接在这一层上 这个是代表表面 表面有这个SiOH Group 那你要间接的话 就要加适当的四季 那么这个四季呢 最重要的就是说 它是一个Organochlorosiline 就是有一个绿的 这样一个G在这边 然后两个Master Group 然后R Group R Group就是你要去 看你要接碳8 碳18 以及那个不同的 有极性的 都决定这个R 自己去选 所以发生的 所谓的Silingization 我们在机器部分 也讲过了 同样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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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发生什么事情呢 就是这个 OH 这个H 跟这个绿 就去掉 然后C 就接过来 是变成 你的 颗粒表面 在这边 原来是OH Group 原来是OH Group 现在呢 就接上了 这个新的 这样一个 官能机 所以它是 真正是见解 Covilum Bomb 不是欺负了 或者是 这个 即性即性的 这样的一个作用力 真正的见解 所以它是相当的稳定 那这R Group 它就决定了 看你是要用 你是用的表面呢 是什么样的性质 就由它来决定 所以这个 这个通事 那另外呢 这个反应本身 Silingization 反应本身 非常的快 很容易进行 也不需要什么 激烈的 这个环境 就是说不需要高温 高温 也不需要作用非常的久 反应非常的容易进行 所以很容易做这个事情 另外 左下角这个位方呢 我们叫 Capping with Chlorotrimestal Cyan 就是说这个 这个位方 譬如碳18 最常用的嘛 碳18 它因为这个链比较长 所以你的一个Cirical表面 很多的这个SiOH 那么你要去接 一个比较大的一个 比较长练的一个东西的话 可能没有办法 都接满 就是可能空间这样急 它涌挤了 所以可能有一些部分呢 没有接到 那碳18呢 接上去 这个R group 碳18的话 是一个non-pole 所以我们希望你表面 是一个non-pole 但是如果说 你有部分的这个 Siling group OH 没有可以接到 那仍然是急性的 那别人说你的镜像呢 有两个性质 有非急性 这是你希望的 还有一个 你不希望存在 原来的特性 就是急性 那这样子 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就是Tailing 跟基金那边一样 就会有Tailing 所以这是不好的 这是不好的 那目前呢 这个Mine Tallen的厂商 他们都会再做一个处理 就是这个反应完之后呢 再加一个试剂 跟它类似 只是R group 就是一个Master group 就变得比较小 所以 它在这个 没有接的这个 空间呢 孔系里面 它可以转过来 跟它再把它反应掉 所以让它表面呢 变成一个Master group 重点是 它也是一个non-pole 那所以叫Capping 那目前 他们卖这个Tailing的厂商 大概都做了这个动作 所以有的时候 你看那种广告里面 它会有Capt 前面加一个这样一个字眼 戴帽子一样 盖住了 意思就是 它做了这个事情 它特别强调出来 中学没问题 这个事情 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虽然反应很简单 但是 怎么样去Bondive 这个需要知道 那这是Harris 你分析化 课本里面一张组 他是要强调 就是说你的一个Silica的表面 Silica gel它的表面 强调很多的SiOH 就经过这个水解之后 很多的SiOH 那你的间接 当然就接在这个OH的地方 接出去 那 那 这阿伯鲁刚刚讲了 你看你要接的是什么东西 你在试剂反应的时候呢 那阿伯鲁地方 你就选用这一种试剂 所以在Numple的方面 碳18是目前最常用的 碳18 那 那 有的用那个 就是用名称来叙述的话 叫做Normal 就是直练的 Octadexel 18 所以你给我看到 这样一个叙述呢 代表是碳18 那Bugtine的话 是Normal 就是 直练的Bugtine Octate 这两个意义是一样的 那这样的一个试剂 反应上去之后 你的外 它的Selica表面 就有一个镜像了 基本上就是碳8 碳18 差别是它的链长 也就是说内层厚度 相当于内层的厚度 碳18比较长 所以它内层比较厚 碳8 比较短 耐身比较薄 那除了这个reverse phase 就是你的镜像 是Normal 那我们 就叫做reverse phase 那是目前 这两本都有 最常用还是看似吧 之外呢 如果说你要接集信的话 那这些都是你目前 在这个市面上在卖的 就是R Group 就要选用有 Cyanol 就是CN 就有极性比较高 两个DiO 两个OH 或者是Amino Group 这个都是你接上去 R Group 用的是 有这个CN关键基 有OH 还有这个Amino Group 那么它的表面就变成有极性的 变成你的镜像 你的极性的 极性的话呢 我们叫Normal phase Normal phase 那这个我们需要知道 因为Partition里面就是两种 那虽然 虽然 在一般的应用里面 你最长最长用到的 就是你们实验用的 这个Reverse phase 尤其是Fan18 虽然如此呢 在应用的 在应用的这个里面 还是有的时候 会用到Normal phase 虽然比较少 会用到 所以我们需要知道 那这个是一个示意图 还是你要卖广告 就是广告 厂商这个 卖Column广告 那我觉得不错了 就是这个Silica 它间接是上面 炭18 直链 炭18 其他的Fan Group 这些都有 那另外呢 我也在讲 GC的镜像 所以强调了 虽然市面上这个 这个常用的 这些Column镜像 都普遍在卖了 一般人就直接买来用 但在研究上来讲 还是蛮多的人 他的研究的主题啊 就是要去试不同的 像这种 这个镜像里面的 不同的关能机呢 它是有什么样的 特别的特性 所以特别难分的一个样品 它可以去证明说 它比较有效 分率效果比较好 这当然是一个研究的重点 那当然目前 离你们来讲 可能还很远 那我们要知道就是 它的间接 类似这样 那但是 这个比例 大小的比例呢 差很多 我们如果说是一个 我这边讲 比例不对 大小比例不对 如果说是一个 五个micron的话 直径 五个micron 那你的镜像 炭18 大概两个nm 长度 整个长度 就两个nm 那它的表面 接满之后呢 就像一层了 那这一层厚度 也就两个nm 这个直径呢 是五个micron 所以它的这个 非常薄一层 这个比例是不对的 它只是让你看一看 接上去 怎么样接的 还有没有问题啊 你们在做实验的时候呢 你们都看过 显文机上面看过颗粒吗 我也介绍过了 好 那接下来的这张图呢 虽然第一张图 讲的事情很多 那希望同学 听完这张图呢 都能够了解 这张图是非常重要的一张图 那么首先呢 它有两排 A这一边跟B这一边 那A这边我们叫做normal face B这边呢 讲的是reverse face 这个normal face reverse face 那一般中文翻译成正向逆向 你要知道的 你要知道的 第一个 那么它们的 镜像 有什么特性 然后动向有什么特性 我们分类的时候 normal face 之所以叫做正向 就是正常的 那就是因为传统 都属于这一类性质 传统的做法 属于这一类 那么这一类什么特点呢 就是它的镜像 是极性的 是polar 是polar 然后动向呢 跟它相反 就是nonpolar 比如说normal exchange 那reverse face 发展比较晚 那所以 因为它的这个发展比较晚呢 为了要区别 跟这个normal face 就是等于说 已经有这套系统在那边了 那你的这个系统发展出来呢 跟它正好相反 所以你要跟它区别 所以叫做reverse face 跟它正好相反 那所以说 它的镜像呢 这个normal face 它是极性 这边就是非极性 那动向呢 这边是nonpolar 这边是polar 那最常用呢 像你们做实验 水跟methanum 那么 有的时候呢 是用水跟acitonitrile acitonitrile 那为什么一般 就是水跟methanum 就可以了 做实验 当然一个是methanum 比较便宜 acitonitrile比较贵 第二个呢 毒性啊 acitonitrile acitonitrile acitonitrile毒性很强 那过去发生在这个化工厂里面 这一个 一个瓶管实验室 每天在做 做这个瓶管 用的是hplc 然后呢 这个你们都知道 有肺液 hplc 这个mobile face 经过colin之后呢 经过detector 然后就排掉 他那个实验室呢 排掉排到哪里去啊 不像我们收集起来 对不对 一个锥锡 把他收集了 然后就排在水槽里面 然后呢 这个夏天很冷 不很热啊 夏天很热 就门窗都关起来 开冷气 就那一点水槽不通啊 所以他排出去的那个溶液呢 肺液呢 排不掉啊 就在那个室内 是早上开点 他们八点钟开始上班 就开始做实验很认真了 到中午一下吃便当的时候呢 那边三个啊 三个这个操作员就昏倒了 因为这个 他们用的是S9tri 规发性很高 而且他读性很高 好 不然这个我们学画学的啊 有些东西呢 需要知道 像这个 S9tri 它的毒性很高的时候 那么你们的这个 空气的流通性一定要好 好 好 我们现在再继续看 那这张图里面 有两边啊 我刚刚讲过了 那你可以看到有三个这个 这个 这个 成熙图里面有三个成分 3tri 标示ABC 啊 那代表说我像一个sample里面有三个成分的一个混合物 啊 那这三个成分 ABC他们的极性呢 soluted polarity 相对极性 A的极性 比较高 大于B 大于C 也就是C的极性呢 相对来讲比较低 ABC A比较强 极性比较高 C呢 最小 那这个要强调一下 一个化合物 它极端的说是这个 nonpolar 像这个nonpolar 算是极端的 是nonpolar 那极端的极性呢 很高的 当时是水 那 除了少数的东西是这样之外 很多的compound 它事实上是有 你说它是非极性 也不完全是 就有一些极性 所以大部分的compound 可能是说 它的极性高还是低 我们不要说 这个东西是nonpolar 这个东西是tolar 所以极性呢 有相对的 所以这个地方强调是说 不是绝对的 完全是nonpolar 我说完全极性非常强 不是 有些极性呢 极性相对来讲 有A大于B大于C了 假如这样子的话 那我们先看各位熟悉的 这个reverse phase 就是你的镜像是tolar 是nonpolar 动向是极性 那 对这样一个混合物 极性高的是A 相对来讲 极性比较低的是C 在reverse phase nonpolar的极性 转住里面 分离的时候 那应该是跟你的镜像作用力最少的 应该是极性比较高的 因为你的镜像是非极性 所以极性比较高的A先出来 其实是B 极性比较低的呢 跟你的nonpolar的镜像作用力比较强 所以晚出了 这个应该没问题吧 第一个要判断的 就是这样能够判断出来 你自己能够判断 我问你说它的顺序怎么样 那你要正确的判断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当然我的mobile phase 它的组成 是水跟manginol 那它的比例可以调 各位做实验的 我们做实验的这个动向 是极性的 水跟manginol 调出来的 那它的比例可以变的 可以变的 那当然 从水的比例占的比较高 代表说它的极性呢 相对来讲比较强 到你的水的比例呢 占的比较低 分出来的这个动向呢 它的极性下降 极性也下降 没错嘛 那极性比较高的动向 在极性比较高的动向 当着这个流血液的时候 那么 得到结果这样子的话 那当你把水的比例降低 manginol的比例 增高的时候 就是说整个 Mobile Face它的极性呢 变的降低一点 降低一点 那影响是如何呢 那影响是如何呢 那结果我们看到的是 三个都变的比较快 三个都变的比较快出来 就是它们在镜像上面的滞留的时间呢 都缩短 当然最明显呢 是这个最后面的一个 它比较更明显 那A的话呢 A的话就看它原来 它跟你的镜像 它的作用力 是大还是小 是有多大 多长 就是它出来的时间看多晚 那如果它本来就很快出来 也许你再改变Mobile Face 组成让它的极性下降的时候 你看到的效果 它变快的效果也许没有那么明显 因为它原来就 作用作用不是很久 越久的 越慢出来了 代表它原来跟镜像呢 作用力比较久 比较强 那当你的Mobile Face 急性的下降以后 它比较更接近你的镜像的 它的急性下降 跟Mount Polar 更接近一点的话 那代表说它的竞争力比较强 可以把它 这个分析文 从镜像里面 抓下来的这个竞争力越强 所以它比较快就出来了 就快出来了 那这个也没问题 这一点要想通 所以急性的改变 从急性比较高的 降到急性比较低的 那么动向它的急性呢 降低以后 它跟这个镜像的Mount Polar 比较接近一点 它竞争的 就跟着镜像 来抢这个 分析物的 这个力量呢 倾向更强了 所以它可以比较快的 把这个分析物呢 从镜像上面 拉下来 所以它比较快出来了 这个观念要有 这样一个观念 有没有问题 没有反应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问题 这个要想通了 那如果这样一个观念 建立起来 第一个 镜像是No Polar 然后能够知道说 急性强 急性弱 谁先出来 谁后出来 这个第一个没问题 第二个呢 当我的Mobile Face 急性改变了 变得更 急性比较低 或急性比较高 那么它会有什么影响 这两件事情 如果能够弄清楚了 自己要想通 观念都建立好了 那就没问题了 以后你碰到一个HPLC的 一个分离的问题呢 就比较容易去了解它 做一些判断 这个能力很重要 不要去硬背 硬背你很痛苦的 如果没问题的话 反过来 No Space 代表你的镜像是急性 你的动向是非急性的 那同样的这样一个化物呢 三个成分的混合物 那急性比较高的 跟你的急性比较强的 镜像 最容易比较强 所以它会比较晚出来 反过来讲 最弱的 急性最弱的 相对来讲 它会掀出来 在No Space里面 所以它的顺序呢 跟这个Reverse Face 正好相反 另外呢 那原来你的动向是 Num Polar Num Polar Num Polar Num Hexane 当我在这个 Num Hexane里面呢 我们加进去的 第二个成分 Clorophon Clorophon 那Clorophon它的急性呢 当然没有像这个 Messon Water 那么强了 但相对于 这个Num Hexane来讲 它急性的 还是比较强一点 所以你加进去的 Clorophon 越多的话 它的急性 整个的急性 会增加 增加的话 一样的 就跟你的镜像 原来是急性的 你的动向 原来是非急性的 你加进去 急性比较高的东西 混在一起 增加它的急性的话 那它比较接近 比较像这个镜像 所以它竞争力增强了 所以整个的 这个分析物呢 它出来就比较快 尤其后面的 那么它原来 比较慢出来的 会比较明显 第一个的话呢 像这张图画写的 其实不太好 好像第一个呢 变慢了 大概第一个跟 跟原来一个差不多 或是快一点 好吧 这张图 是去考验各位同学 对这个分离机制 那么了解的程度 如果你自己看了之后 那么自己去看 可以这个 预测出来 谁先出来的顺序 以及呢 我们改变急性的强弱 它的影响 能够预设正确的话 再把你的观念正确的 希望这个观念 能够建立在你的脑海里面 有没有问题啊 没有问题 那我们下面往下看了 那这个表 是很好的一张表 当作参考 虽然在这个地方应用 是应用在 当作LC的Mobile Face 左边这个是列的 各种Solvent 第二行呢 是它的折射率 第三行是List Costing 它的粘质的程度 粘质度 第四行它的费点 第五行呢 这个就Polarity Index 这个是我们要看的 那Normal Exchange 它的这个极性指标 Polarity Index P P Plan 应该是 P Plan P Plan 它是最小 那么越小的话 代表它这个极性越小 那另外呢 Crofone 刚刚看的 Crofone 4.1 Messon Asternite Trial 5.1 5.8 那水呢 最强了 10.2 所以 当作一个Mobile Face 来讲 我们当然 去参考它的极性的强弱的话 那是考虑的 Polarity Index 这一项 这一项 但是 其他的特性 譬如它的肺点 有个社会去看一下 希望知道肺点了 它的 黏制的情况 黏制度 那么 还有这个 你如果真热剂是用 哲色率的话 哲色率当然很重要 所以这个是很好的一个参考的表 参考的这个 这个表 那接下来的话 就是我们刚刚讲 说水的比例下降 Messon的比例上升 说它的极性会下降 那 我们这样去猜 我们这样去 去这样 这个 定性的去想一想 那大概也可以同意了 那 有没有定量的观音式了 还是有的 Polarity Index P Plus 就是说 你今天有两个成分 A B 那如果说A是水 B是Messon的话 那 那 水跟Messon它的 P Plan 就是它的Polarity Index 不一样 那这个 这个 5A 5B呢 就代表它的 体积百分比 我们这样 30%的水 那这个 这个5A 水都是A的话 那就是 30% 0.3 那70% Messon的这个 5B呢就是0.7 体积百分比 所以 这样子算出来 它们混合出来的 有一个新的 Polarity Index 然后水的比例越高 它的极性当然越高 就P这个值呢 P这个值呢 P Plan这个值越大 极性会变大 相反义然 所以你说 没有一个关系式呢 有的 就是这个关系式 关系式呢 跟我们平常讲的是一样的 只是用一个词来表示而已 那 有关这个地方的话 有一些事情 课本上有提到 我们很快的一起看过去 那 在极性里面的话 就你的sample里面的各个成分 它是跟你的镜像作用 当然这个没问题了 镜卡外 能碰到镜像 跟镜像作用之外呢 它也会跟动向 有这个 有作用 就我们刚刚讲 动向的极性大小 我们考虑的时候呢 是可以说 镜像因为是不变的嘛 所以不管你的动向 极性变大变小 你的极性最容易都一样的 都一样的 那像动向 你的组成改变 所以极性变大变小 所以它跟你的 极性的竞争力 如果极性越像的话 那它竞争力越强 那极性的这个特性 跟它越不同的话 竞争力就越弱 这种方式 所以说你要同时考虑 跟镜像跟动向 你的分析各个成分 可能这两个 都有作用 那我们一般的考虑方式 可以这样子 就是 跟镜像作用的是 考虑 先考虑 然后呢 动向的话 它改变了 改变的趋势呢 还是跟镜像 极性上 比较接近的 还是比较 越而越不接近 它的竞争力就 越弱 用这种方式来考虑 这个在L星里面 在机器里面的话 你的Cherry gas 氮气 基本上跟你的分析物 没有什么作用 氮气只是 一直通过把它带走 所以在机器里面 比较单纯 你的分析物 只有跟镜像作用 动向 它没有 没有什么极性的改变 没有 它只是 但是 要把你分析物 从镜像带下来 带到下一阶 下一阶 所以Cherry gas 本身 不像这个LC LC Low Face 它也会跟你的镜像 跟你的这个分析 有这个作用力 机器没有的 机器Cherry gas 纯粹就是 一个载体 把你的这个 反应物呢 从 镜像上面 带到下一个阶段 下一个镜像 所以它比较单纯 那另外我们选Cherry 的话 一般来讲 你的分析物是 是这个 镜像比较强的 对不起 你的机器比较强的 你可以用 Normal Face 如果机器没有那么强 用Reverse Face 就是你的这个 你要选这个Cherry 的话 你的镜像 它的 即性的特性 能够跟你的分析物 各个成分 它的即性 能够匹配 这是一个大概的原则了 那真的你们自己 在做实验的话 那事实上 有很多的这个 参考资料 可以去参考了 你大概不太去烦恼 这些事情 原则大概这样 那其实说分析物 有什么样的官能基 它们的极性大小 我们在机器的地方 已经讲过了 同样的 这个非极性的 极端的 它就是carbon 然后极性比较强一点点的 这一类 更强的是 后面这一类 这三类 所以这个大概相对的 这个 我们在机器里面讲过三个 大概三个范围 应该这个三大类 一类是这个 它是它的 一类是这一些 它厉害 Keyton East 然后 Amy Amy Aco 还有这个 COH 那是最强的 当然这个是相同的 下面这张图呢 是讲碳 18 碳 8 碳 1个碳 就是toastica 表面那个间接的 碳内的长度呢 它的效果 那碳越长代表越厚 越厚的 你分析物呢 进去 会 会滞留的 会比较久 所以我们看到也是这样 滞留比较久 短一点的话呢 就比较 比较快 更短的话更快 跟我们平常讲的是一样的 跟我们讲机器的那个 镜像的厚度呢 影响也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基本上是 相同的结果 就是它的影响呢 是相同的 那至于说 像这边这个例子 你真正的一个 real sample给你 你要去分的话 你有没有办法说 给一个条件 马上就分得很好 通缓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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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们做实验 那个是助教 或者说别人 已经研究过了 所以我们把别人 现成的条件拿来 这个最佳条件 所以放上去做实验 用这个条件一做 就分得很棒 那你知道那个 机车废弃那个 我们助教试了很久 就是在第一个助教 在做那个的 虽然有favor发表 就是别人的favor 拿着参考 但是你真正 我们实验的 那个仪器的column 跟别人用的 不完全一样的话 你分离的效果 就不一样 所以它还试了好久 那梅学器在用的时候 有时候column的寿命 就是它的效果 越来越不好 所以它新的助教 梅学器都要去试很久 所以这样分的效果 很勉强可以 所以拿出来给各位用 那各位用的结果说 这样算好吗 也许会这样 但是目前可以做的 最好就是这样 有的时候没有办法的 但不是说助教没有尽力 助教事实上 花了很多时间去做这些事情 那所以说 这个是 这个碳8的column 你要分析这个 六个成分 那 还是一样 左边这个水呢 占的比例比较低 占的比较 水占的比例比较低 是吧 这个 这个 S292 这个比较高 所以整个的集性呢 比较低 所以 它们六个呢 很快的分 就跑到前面就出来了 所以滞留的情况呢 不是很好 就是整个 MOMOFACE它 它的集性呢 不够高 所以它们 基本上 滞留的太短 现在一二三分不开了 这怎么办 那就让它滞留长一点 长一点的话 就把水的成分 增加 增加 让集性变大 它们就滞留的比较久一点 分离的还不是很好 那所以说 在这个LC用机器里面 都一样 做实验的人 如果真的是一个系统 一个样品拿来 从来没做过 你要找这个条 最佳分离条件 事实上是靠什么 是靠trian error 而且是 而且是 是多久不知道了 那所以这个地方呢 各位看一下 就是不同的这个 这个 动向的组成 那它不同的效果 所以就要慢慢去试出来 那课本上它有一些 这个方法 告诉你怎么去试 我想这个地方 我们就不讲 对你们来讲 你们现在还没有去做 那些东西 不然不想花时间 讲那些东西 所以我们看一下 这个partition chromatography 它事实上包了两项 一个normal phase reverse phase 不然reverse phase 最常用 一般大家就用reverse phase 但是 它仍然包括两个 两种 那它可以应用的 这个领域呢 那可以说是 所有的领域 是你可以看到 你可以想到 大概都在这边了 那第一个就是制药 制药厂 所以你看到很多卖药的广告 它里面的仪器呢 就是 生化分析 食品 药物食品 生化 工业的产品 工业的化学药品 那环境分析的 那环境分析的 他们这个见识 见识 这个 他们的 犯罪的 见识的 那我不想你们看 有没有去看那个 电视上有个影集吗 是个CSI 犯罪现场 那如果看的话 那里面很多的 这个分析的仪器啊 就是我们化学的嘛 GCMAS LC GC 荧光等等 那另外就是 医院里面的 临床化学 这都会用到 HPLC 所以这应用范围很广 那 那下面就是 让 就是有一些 例子啊 那当然这个是 几个例子而已啊 那这个例子呢 比较像我们的 可乐的分析啊 咖啡液的分析 这个饮料里面的添加物 放挂了咖啡液 咖啡 咖啡 那另外这个是什么东西呢 这个是有机灵的 农药啊 那它的一个分析情况 啊 好 接下来 大家讲一件事情啊 这件事情蛮重要的 那 应该说下面几个啊 就是你的 分析的对象 分析一个样品里面的成分啊 它本来 本来不适合啊 不适合用 HPLC来做分 分离跟侦测的 但是我的实验室只有HPLC 我只有一个碳18的管束 怎么办呢 那你就要想办法 让本来不可以直接来分析跟侦测的 那你要动一些手脚啊 做一些事情 把它变成你可以用啊 你既然是只有这样一个碳18啊 这个UV 侦测 或者荧光侦测的 这个仪器的话 也可以去做的啊 那 第一个例子 我们讲的就是 Directive Formation Directive Formation 就是衍生物 那或者叫 Directization Directization 衍生化反应 啊 那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 我刚刚已经讲过了 比如说啊 像这个Amino Acid 氨基酸类 氨基酸的种类很多啊 基本的氨基酸就20种 那在生物体里面呢等等 可能超过啊 那么它们不同 相同的这种关键基就是 Amino 还有这个COOH 有这两个方形 group 共同相同的啊 氨基酸都有这两个方形 group 不同的是这个R group不同 所以20种不同的基本的氨基酸呢 这个R都不一样了 那所有的 超过20种的话 那另外的也都是这个R group不一样 相同的这些 那你看一下 像这种极性很强的啊 COH Amino group 那极性那么强的话 用碳18分 你今天有20种 你要把它分开 分得开分不开呢 分不开的 那怎么办 那我们就可以利用一个化学的反应 那这个非常有名的 一个典型的一个代表 所以我今天是要分析氨基酸的话 Amino 这个Acid的话呢 那我可以让它跟一个反应四季啊 这个是它的反应四季 那有一个Bandering 有两个这个 这个Haboxin 这个Function Group Acid Function Group 那这两个COH 它可以跟对NH2反应 这个地方呢 结起来 变成这样一个产物 所以你今天分析的对象是Amino Acid 原来 用碳18这样一个管束呢 分不好了 分不好了 那我今天呢 就让它进行这样一个反应 让 原来是NH2COH NH2这个地方呢 就接上变成这样一个 有环的 那么它的极性呢 就比较低一点 跟碳18作用力比较强一点 所以让它有机会呢 借着R Group的不同 那么它跟你的 碳18的这个 Reverse Phase的镜像呢 作用力 还比较强一点 然后呢 R Group不同的话呢 就有机会分开 那如果说是极性那么强的 两个这个关门机的话 那R虽然不同呢 可能就分不开了 因为它跟碳18作用不够强 所以第一个 为什么需要进行这样的演示反应呢 是原来的 这个分离不好 我可以借这样一个反应呢 改变它的结构 让它跟你的镜像作用力呢 比较强一点 所以可以分得比较好 是一个分离的原因 第二个呢 是真色的原因 像原来的Amino Acid的话 氨基跟COH 那么 它们这两个关系 跟你的 有没有吸收的 这个UV的能力啊 没有 没有 有没有荧光能力啊 也没有 没有的 那这样的话 你要用这个荧光 我们讲荧光 好了 这个反应基本上 应用在荧光上面 原来的这个Amino Acid 这两个关门机 都没有荧光性质 但你用荧光侦测器的话 当然测不到 即使分开 那也测不到 那怎么办 你希望用荧光侦测的话 那我们也借着 这样一个反应 让它接上 变成这样一个 关门机接在上面 那你看到这个 关门机的话呢 你应该可以了解 它应该有荧光的特性 看得出来吧 如果看了这样的结构 不知道它有荧光特性 那就不好意思了 这个要看得出来 所以我们这样的反应之后呢 这样一个结构 它就可以有荧光的特性 而且荧光特性非常好 所以有利于你的侦测 所以这样一个反应变成是 同时有利于你的分离跟侦测 下面就是你的一个结果 不是我们的结果 是别人做的 它分离了30种 都是Amino Acid 它们有共同的关门机 Amino Group跟Acid Group COH的不错 R Group不一样而已 30种 当然这么样一个复杂的 成本那么多的这个 一个 Sancle的话 它的流行业 是要用的Grading 用Grading Illusion 那么 这个情况呢 事实上是还不错的 这个相当不错了 那我们看一下 它做了什么事情没有 这三种 这三种Amino Acid 它是有经过 我们刚刚讲的那个 试剂 做衍生化 衍生化之后 再去分离的 那么研究这个 Amino Acid 基本上是在生化 这边是生理上 这个有它的重要性 那用的管制 那用的管制 能够看一下 就是碳18 五个Micron 碳18的reverse phase 跟你们用的是一样的 那它的这个流行业的成分 几个成分在这边 用的是 Porescence Detector 荧光侦测 所以会有激发光 有Emission 发射 所以这个地方就讲了一件事情 当你的分析物 原来不适合做用 这个碳18做分离跟侦测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 有一个变中的办法 就是先把它 作为一个反应 让它衍生变成一个产物 这个产物上有 适当的关能机 可以让它增进它的一个分离的效果 同时增加它一个 增测的一个灵敏度 那这个是在分析上很常用的一个 方法的一个技术 好 我们今天讲到这边 那技术啊 这个礼拜五 我们礼拜四要上课吧 没有了